店面前排起长长人龙 走出来的顾客也通通人手一袋 为的就是期间限定 只在农历八月一号到十五号 贩售的中秋月饼 吃过这家最好吃的 因为吃过其他家的都没有这么好吃 而且他一年才卖一次 所以一定会过来 一年只卖一次的好味道 民众都不想错过 大量订单让师傅的手也从没停过 揉面团包馅料 一盘盘绿豆碰送进烤箱 这家位在彰化城隍庙庙的小店面 平常只卖麻糬 中秋前夕才会开卖四种口味 传统月饼 限量版美味还有这家招牌 明明是美法店 门口却贴出月饼广告 同样只在中秋节前十五天 限量开卖 依旧在彰化拥有高人气 业者已经做到第三代 年年都有新顾客慕名而来 没买到的只能明年请早 中秋节将至民众买月饼 除了名店之外 快闪隐藏版同样掳获老套的味 静新闻吴国一采访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